往上美好的露營是這樣的 而現實生活中 真實的露營絕是這樣的 風跳了 下這麼大的雨 我們一起看看 陳生的歐洲露營是怎麼樣的 我值得要體驗歐洲年輕人很流行的簡單旅行 我會在日典畫獨木舟 至上而下穿過河流和湖泊 整整80多公里共8天 沒有想到在大自然裡化妝、做飯和露營 訂好旅行後 獨木舟公司給我寄了這麼多要讀的材料 超級多錢櫃子瘋掉了 按要求我也準備了有機的牙膏和肥皂 我真的好激動 我們開始了 準備了很長時間 我終於一路北上 抵達了瑞典的杜牧州竹林點 工作人員給我講解了18天的路線 也給了我工具、水和洋液轉東西的防水桶 開始帶我和所有的東西到了湖邊 就要開始我的冒險距離了 今天天氣沒有那麼好 14度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就要開始了 開始了 歐盟全聯國瑞典水域面前有 將近4萬平方公里 湖泊就有9萬5000多個 瑞典的自然享受間法律 保障了每個人享受自然的權利 允許我在大自然的任何地方打帳篷 而且工作人員還告訴了我 景色很棒的露營地點 這是我今天要過夜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先把帳篷打起來 又來睡覺的地方後 急著就是吃了 3、4天我不可以買東西 所以這個是我3、4天買的吃的 露營的食物選擇比較小 只要是沒有冰箱 又怕東西太重 火很快就壞掉 別人錄影的時候吃得很好 但是我錄影的時候 就吃了黑麵包和芝士醬 不過瑞典的自然享受權 允許人們在大自然裡 蔡野果和蘑菇 我也很幸運地蔡到了基歐君 蔡了一小碗蘑菇 晚上可以做一個蘑菇咖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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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時候我叫鍋雞 好好吃 自然享受權 民主人們在瑞典的 五大湖泊釣魚 其他的湖泊只需要購買釣魚製造 可我吃八天 一直盯著空軍的頭號 很努力地在釣魚 掉了,沒有魚 明天 可能明天看一下 你們肯定想知道廁所的問題 這是我的廁所 上廁所也要遵循自然享受權 刮個洞用盡可能炒的汁 然後把排泄五顆汁賣進來 其他任何有塑料 或微塵門條等 都必須帶走 所有的垃圾不可以留在這裡 所以你的垃圾 會放在一個垃圾袋 然後就帶走 在瑞典近似的湖泊裡游泳 也是每個人的權利 但為了保持湖泊乾淨 也是要遵守捲櫃子的 所以我用油漆的牙膏 然後不要再河裡刷牙 I go like a few meters into the forest and there I spit everything out so the ground can filter everything that I leave behind 同樣的,如果你想洗澡 你可以拿一點水 然後到十米岩的地方可以洗澡 但是就這樣可以去游泳 在十幾度的湖裡泡澡後 能在篝火旁取暖真的好舒服 只要政府沒有 臨時清火令 自然享受這樣允許人們在野外生活 可以將心靈力倒下的數目和數字 但不允許看法任何樹木 即使那棵樹已經死了 也不能砍 而且必須在安全的位置生活 用完後浇水把火完全破滅 我先就去水澡 每次你去水澡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火關掉了 所以我加了很多很多水 I make sure this is definitely definitely out this fire 水澡吧 你們肯定想知道我怎麼充電 我有一個小Solar Panel 這樣我的Action Camera 現在在中間 你看看他們的1.5A 所以還可以在中間 最後軍訓不打擾 不迫害的原則 要確保露營地和你來的時候 是一樣乾淨的 所有的東西吃完了 垃圾也撿完了 可以開始看路 湖泊和河流不是相連的 我住了每天花 10公里左右的獨木走外 從一個湖到另一湖 需要退花蠟子 我的獨木舟和東西過去 真的是零排放的旅行 在這8天的旅行中 我在真心自然享受 真的潛規則下 平靜地享受著 Radiant的大自然 蜘子的旅行雖然很辛苦 我就找到了內心就位的平靜 最終我滑到了目的地 杜姆州竹林堅 啊,我成功了 Sweeten,你不能攻擊我 最後一次,所有的垃圾堆掉了 垃圾丟在指定的地方後 归晃了所有的東西 這種旅行就是 緊緊地來,緊緊地走 不帶走,不破壞任何東西 也不留下任何垃圾 連湯排放也不留下 你覺得 這樣的旅行有意義嗎? 你也想做這樣的旅行嗎?